專輯菲尼克塔也 我是BBCC大家好 台版的下一個即將上市的新造型 林蒂的蒼林騎士 寒冰烈弓 黑火之刃 這是怎麼樣 冰與火之歌就對了 這個造型究竟賣多少錢 漲的好像月光仙子 也漲的好像拉克斯的一個月光仙子的造型 那右上角有投票 因為他還沒有公佈價格 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你覺得這一個林蒂的新造型 究竟該賣多少錢 那這個造型是有故事的哦 他跟夜叉的造型是一個 不知道是敵對的造型還是怎麼樣 兩人同被選為輝月的守護者 那我們這邊呢是白冰冰的 信仰虔誠的造型 另一邊是黑火 是怎麼樣想黑放火 向往自由的造型 怎麼會選一個看起來很邪惡的夜叉 好吧這總之是有個故事性 有故事性的造型是怎麼樣 一定是賣特別特別貴的 有專精林蒂的玩家嗎 這個造型我想大家 應該都會買才對吧 好吧這個造型 冰冰造型 感覺就跟寒冰法袍非常搭 那我們今天呢 就已經把特效修改出來 我們就直接進入遊戲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新的白冰冰新造型 到底有什麼神奇的特效 會讓官方一直著重寫故事 好進入遊戲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下 哇連小陷阱都會變得不一樣 然後普通攻擊變成一個直飛機 他永遠就在我身邊 還記得那快樂 怎麼變成周杰倫的 我只知道為什麼 他的普通攻擊要 射出直飛機呢 那你可以看到 另一邊電腦使用的夜叉 就是黑火造型 很帥耶 好像又不帥 就只有普攻有一點變化 這該不會要奪寶啊 官方啊 千萬不要啊 看起來很像是 要去結婚的林地 結果變成一個新的守護者 哦 陷阱爆炸之後呢 地上會有個感覺 很像自由之一的鳥鳥 會變出來 大絕招的特效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 感覺 有變化的就是普通攻擊 還有空有一身很炫的造型 我還覺得夜叉的這個 黑火造型還帥的不要不要的 感覺就像一個生鏽的騎士 有著無盡的烈火 就是冰與火之歌嘛 感覺就是 嘿嘿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好吧 接著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 其實特效都沒有什麼變 因為大絕招就是射出一個分身 那使用偵察視野的話 天上會有個感覺很像是 天使翅膀的圖案嗎 普通攻擊變得感覺更讓人害怕 可是每次美術圖都設計的這麼漂亮 進入遊戲都變得不一樣 這樣阿內姆湯哦 跑步的時候後面好像有一些 自由羽翼的翅膀 那現在我又來一個大對決 而且他有設計專屬的桌布 搞不好這就是傳說對決 下一個新登版的桌布 這夜叉真的是輕輕鬆鬆的 被我打敗 他後面的那個裙子 會不會太長了一點 作為一個月之使者 陷阱感覺也不太一樣耶 可是這個造型 我覺得他沒有到多薄的等級 看起來不是特別的帥 哇這個夜叉真的是被我冰的不要 真的有點像寒冰公主 有點像那個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之類的那種造型 你知道我在唱什麼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好吧 接著我們繼續看一下 其實這兩個造型 如果價格一樣的話 我會選擇夜叉的造型 夜叉那個造型讓我想到的是 神劍闖江湖的劍心 他有幾目的配色 就是有點那種紫色的感覺 會讓我幻想自己在玩 神劍闖江湖的感覺 這個造型我真的認為是 蠻普通的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造型 究竟會賣多少點呢 這是我自己的猜測 我猜大概是510點 不可能奪寶 如果這個造型賣奪寶的話 絕對沒人會買 你同意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加一 因為他這個造型 看起來就很 沒有特色 特效套上去啦 其實原本的造型 也看起來沒有特別 所以我也覺得 林地原本的造型 就已經非常帥了 新的奪寶造型通常 那像悟空這種合金進化 可以賣到非常貴的 通常 通常 喔通常 嘿嘿 我剛剛有講到 繞口另漏 你看夜叉的那個 黑火的造型 開大絕招 旁邊有火焰在燃燒耶 超級帥的 天下無雙 夜叉輕輕鬆鬆的 就被擊殺 好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你覺得這林地造型 該賣多少錢 歡迎在右上角 按下投票 那如果你喜歡 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 按下喜歡 也訂閱專輯 菲尼克 打野的BB恰恰 我們明天見 祝你有個愉快的暑假 掰掰囉各位 我要去玩傳說對決囉 我們的資料